在设计领域推动相当出色的领东科大式船系 在这一次的A加创意季也有16件作品入选 许多作品让外界大为惊艳 像是由以台中汉西马祖为题材 设计出的平安米金纸书等 以及为夕阳产业蝉丝 开发出茶包还有暖暖包等 也有帮助南投县原民部落 设计出接地气的奥万山风鸿基商品设计 共创临下经济并传递保育森林的重要性 学生团队秀出手中的奥万山风鸿基商品设计 有造型野餐盒不只是可以装食物 还有手机扣印的功能 别出新材的文创商品 可是他们为南投县原民部落所设计 需要透过设计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那我们就在想要怎么解决 同时解决环境跟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跟领悟局一起跟中心大学动物科学系合作 将台湾包中土鸡回归原乡 领悟局包含宋基的中心大学 包含山里面有养鸡的四组 这些原住民部落等等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跟一起努力 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些设计的元素 帮忙辅导一起完成这样的作品 那因为学校资源是确实比较丰富啦 有有关像以我们社会学员有设计的人才 那我们有相关行销的人才 所以这样一结合起来呢 设计行销加上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部落的这个配合 我们把这个品牌做起来 看来有如迷你茶包的小东西 里头可是装有产宝宝的大便 也是可以用来泡茶 还有还有暖暖包的设计 都是出自领冬学生的橙丝 让西洋产业的橙丝 透过温暖形象走进日常生活 选用就是蚕宝宝的便便去做蚕宝宝茶 然后跟新发现的平面茧来做暖暖包的袋子 那这边是我们的海报缝线 我们有就是使用手工的缝制在海报上 希望说能够模拟蚕宝宝吐司的样子 就连传统宗教都成了学生的创作题材 他们以台中汉兴八祖庙的发像设计了金纸书 平安米等重新诠释传统艺术与庙文化 然后也将庙宇的金纸转换为金纸书色 里面记载了十二军神明的零件故事跟事迹 然后我们也画了十二张的插画海报 每个神明都有各自的当地艺术特色 在设计领域推动相当出色的领冬科大诗传戏 在J次的A加创意季 也有十六件的作品入选 许多作品都让外界大悟惊艳 中部最大的一个设计展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也扮演了一定的影响的角色 那尤其是这几年这样子投入下来的时候 我们发言都说学生在一展演的掌握上 或者是说在这个作品呈现的成熟度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学生要踏入这个设计专业 他们都有相当的自信心 入围的十六件作品 免在先前大多在经典新秀设计上受到肯定 而这一回再次投入竞争激烈的A加创意季 与全台湾的设计学生要力评大奖 展现调演实力 圣灵的话 海中采访到